中国涡扇15发动机具有怎样的性能,将发挥出怎样的作用? 中国歼20战机取得了怎样的发展? 其在换装涡扇15发动机后,将为其带来怎样的改变? 关于中国歼20战机,可以说是一款超强的五代机, 甚至在某些性能上还远远超过美国的五代机, 从而有望成为世界最强五代机。 不过,对于中国歼20战机来说, 其存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发动机上, 这也是中国所有战机都存在的通病, 就是在发动机的性能上与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。 虽然近年来中国加快了在发动机领域上的发展, 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,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,还没有使中国战机的性能达到最优。 因此,中国在发动机的发展上还需要有更大的突破, 以此使中国战机的性能可以实现质的飞跃。 此外,由于此前中国在国产发动机的发展上受到了较大的限制, 这就是中国在发动机的使用上一直依赖于俄罗斯,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中国加快国产发动机的研发, 以便可以早日突破在发动机上被俄罗斯卡脖子的困境。 目前,中国最新的国产发动机为涡扇10, 其是中国研发的第一种第三代大推力小含道比涡扇发动机, 其最新的涡扇10B、涡扇10C最大推力达到了14吨级, 全寿命超过3500小时, 无故障间隔时间超过了1000小时, 首番寿命达到了2000多小时, 而且具备FADEC全权限数字化操纵能力。 现如今,中国的大批战机都已经换装了涡扇10发动机, 歼20战机更是换装了最新的涡扇10C发动机, 以此完成了换星,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性能得到了显著提升, 这对于其后续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。 然而,对于歼20战机来说, 其最需要的还是中国正在研制的涡扇10发动机, 此款发动机一旦换装到歼20战机, 那么将为其性能带来质的提升, 将能够抹平与美国五代机的差距, 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。 值得一提的是, 对于涡扇15发动机, 近日也有了最新的消息, 就是央视首次对涡扇15发动机进行了详细的报道, 这也是对中国新一代小韩道比大推力加力涡扇发动机进行官宣, 并且这也是第一次涡扇15发动机获得如此公开程度的官宣。 因此,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对于这款发动机的重视程度, 并且对于这款发动机能够取得如此大的发展, 感到十分振奋人心。 据消息称, 中国涡扇15发动机已经进行了多项测试, 并且对其指标也进行了改进与完善,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涡扇15发动机的原型机已经完成组装已久, 且测试工作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, 此外, 也进行了不少的高空台与飞行台试验, 这也使其性能得到了进一步完善, 这从另一角度证实了此前有一架歼20原型机安装了涡扇15发动机, 并展开了单发击发匹配试飞, 这是确有其事。 此外, 只要等到全部的匹配试飞都完成后, 将会正式宣布涡扇15发动机设计定型的完成, 能够开始组织试生产了。 因此, 现如今, 随着中国对加快了涡扇15发动机的研制进度, 这也预示着将在不久之后就能够成功完成换发, 并可以换装到歼20战机上, 能够进一步加强中国在先进发动机上追赶美国的脚步, 从而可以极大提升歼20战机的战力。 那么, 中国涡扇15发动机到底具有怎样的性能, 能发挥出怎样的作用?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。 据悉, 中国涡扇15全称为涡扇15峨眉涡扇发动机, 是为第五代战斗机而专门研制的小韩倒比推力舌量涡扇发动机, 主要用于第五代双发隐身战斗机歼20战机。 涡扇15发动机是由中国606索、 624索、614索、401厂、430厂和113厂等单位专家组织研制, 在2006年5月首次抬价运转试车成功。 此外, 据悉, 涡扇15发动机全长5.05米, 直径1.02米, 推重比10.87, 重量则在1.63吨左右。 相比于原本的额A231F发动机, 涡扇15可以让歼20在各个方面都有巨大的提升, 尤其是其最大推力达到18.5吨, 这一推力也完全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战斗机发动机, 处于绝对领先地位。 根据数据资料显示, 涡扇15发动机是中国目前航空工业中推力最强、 整体科技含量最高的一款涡扇发动机, 而且即使在世界上, 中国的涡扇15发动机也都是处于领先地位。 值得一提的是, 这种发动机在世界上也仅仅只有中美额三个国家能够制造, 所以这也突出了中国涡扇15发动机的重要军事战略地位。 此外, 歼20战机作为世界最强战斗机, 唯一缺点就是发动机对比每个五代机有较大的差距。 所以中国也在尽力缩减这一差距, 但是要抹平这样的差距, 就需要有涡扇15发动机的支持。 虽然涡扇10B发动机作为一款第三代大推力发动机, 从推力上来看, 涡扇10C发动机达到了14吨, 这已经是十分不错了, 但是却远远达不到歼20战机的需求。 因此, 虽然歼20换装上了涡扇10C发动机, 但是却是仍然需要有涡扇15发动机, 这将会给歼20带来质的改变和飞跃。 美国F-22A用的F-119发动机的推力是18吨, F-35战斗机用的F-135发动机的推力是19吨, 俄罗斯苏武器用的117S发动机的推力是14.5吨, 且下一步将要换装的产品30发动机推力是18吨, 和它们比起来, 中国涡扇15发动机则达到了18.5吨, 这就比它们更加具有优势, 而且将发挥出歼20最大的威力, 使歼20战机可以重获新生, 活力换发。 因此, 一旦涡扇15发动机成功换装到歼20战机上, 将使歼20战机的最大短板得以弥补, 让歼20可以完全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, 并且能够支持歼20战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超音速巡航, 使其最大航速可以达到2.5马赫。 此外, 加上涡扇15发动机有着锯齿状隐身修型的矢量喷口, 这就可以大大弥补歼20战机的后向隐身能力, 从而给歼20带来更强的机动性, 这就使歼20战机变得如虎添翼。 随着涡扇15发动机的出现, 这就使歼20战斗机能够以超音速的速度巡航作战, 能够发挥出歼20的最强战斗力, 在中国终于解决了歼20的心脏问题, 这就是中国将有更多的时间去着手发展其他方向, 稳步提升歼20的综合性能, 从而可以使得金20发挥出其最大的实力。 因此,随着中国加快了对涡扇15发动机的发展, 这也将使中国在发动机的发展上实现质的飞跃, 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空军的飞快发展, 这对于中国空军来说将是振奋人心的, 一旦其成功问世, 这将彻底解决中国战机的心脏问题, 从而使中国战机可以大放异彩, 自由翱翔蓝天之上。 不过,虽然中国在涡扇15发动机上取得了较大突破, 这还不是值得骄傲的时候, 因为与此同时,美国也在不断地发展, 据悉,美国最新的F135发动机已经突破了单台推力22吨的大关, 这也是十分大的突破, 这将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挑战, 所以,对于中国来说, 还是需要更加努力前行, 不能盲目自大, 因为前面还有更大的挑战在等着, 并且以坚定的信心和坚持不懈的毅力, 努力做到最好, 以此来更好面对美国的挑战, 进一步加快本国战机的发展, 强化本国空军力量。